在越南,如果一个人叫你豆豪的话,那么他在说你 中国公司竟然做了一件让我非常欣赏的事情 待会是越南小张,今天我去了食堂吃饭 然后突然看到了一个东西 是公司的一个新规定 给他看一下 中间用餐具 区域办案 của干部中国 我非常的惊讶,因为我们的公司一共是有一千多个员工 然后员工吃饭的跟干部吃饭的根本是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呢,他们就做了一个这样的规定 上面写上的就是 中干部的评价对越南这边的饭菜 员工的饭菜的评价 给看一下里面到底是写什么 其实他们写什么字,我看的不懂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就OK 太冷了是吧 太冷了 好的,那么今天就要讲几个词关于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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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头疼 刀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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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越南呢,如果一个人教你刀头刀的话 那么他在说你不算聪明的 但是在学习中文的时候 特别是刚开始的 很多中国朋友都说 哎呀,你好牛呀 但是在越南 越南里里面的牛 并没有中文里面的牛那么牛 所以说很多人都会误解尾 你在说他不是很聪明的 所以说在中国 牛就是很厉害 很善于一个东西的 但是在越南 牛就是不好的 很笨 就是不是很聪明的一个人 所以说以后来越南 使用这个牛的时候 必须要小心的哟 快快 các人不要用这个 包来花他的哟 膝盖 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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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的 祝你万事都衰对了 那么在中国的呢 中国的企业 会不会也是关注员工的一些问题呢 好的 我是越南小小章 那么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记住给我关注和点赞哟 越南 欢迎你